高承轩在打混双的时候 他的后场的进攻也是很凶 但是目前从技术上还是显得有点粗糙 韩国队很顽强的救球 造成了傅海峰连续进攻失误下网 韩国队一段个子很高 但是在场上很快 这球也是对方防守出来之后呢 蔡芸做了一个封网的动作 可能稍微干扰到后面的傅海峰 高承轩的力量也是很大 所以他的后场进攻很有威胁 韩国队追成了4比4 这短短的几分已经显示出了高承轩 刘元兴还是很有实力 抽档的速度 抽档这个球还是很有威胁 年轻的人也有冲劲 所以我记得去年这个公开赛还是大师赛 韩国一队年轻选手打古剑杰陈文宏的时候 古剑杰陈文宏一开始可能也没把对方放在眼里 但是一上去一打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后来费了挺大劲才赢 韩国这一队的防守挣扎能力还是非常的强 也很拼 甭管是坐在地上了还是趴在地上了 先防过去再说 而且他们这么高的个子 你看刘元兴这个球 几乎已经趴在地上了去反抽 居然也真能蹲下 接发球15 中国队在前面已经拿了四个冠军 又跟世锦赛的时候还有点像 傅海峰蔡云最后一队出场 拿了冠军就包揽 跟前不久世锦赛一样 还是很有希望的 这个应该比当时世锦赛难度要小 当时的压力和对手都和今天不一样 小球 霍海峰杀的这落点是对方中路追身 下的落点很好 造成高承炫 防守这球没有出来 下的落点很好 造成高承炫 防守这球没有出来 这球是有点杀 7-0 他们作为年轻队员也很有冲劲 冲对手 以前很多比赛我们的教练和队员都说我们上去冲对方 对方是名将高手 现在这个位置是反过来 打江山容易吗 他守江山更难一些 不过参与富海峰也是这个很经验丰富的了 在世锦赛的时候打到第二轮 我采访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说到下一场对罗伯森和克拉克那一队 他就说这一场对于我们来说比较重要 希望通过这一场把状态打出来 我们争取在场上去冲对手 就并没有放在保江山的这个位置上 还是主动去冲对手 而且一般招水平选手他们很多时候 比较了解自己的情况下 他们前两场并不会完全的调动自己 就是感觉我场上控制一下节奏 然后让自己的状态能够一场一场 慢慢的越来越好 然后打到决赛的时候 可能能有一个最完美的呈现